第261章 我学丹药的 用读也是很合理吧 特勤三组的修真者们 顺着固染系的目光看向苏慕 表情既诧异又怀疑 在他们看来 这个叫做苏慕的家伙 怎么看 一身实力也不够干掉九尾蛇 不过刚刚符文手办播放的视频 又确实是这个苏慕 一刀捅进了九尾蛇的身体里 只不过 那个时候的九尾蛇 瞧着已经是强弩之末 在捅他之前 发生了些什么事 是谁把九尾蛇 干到软啪啪的 真是这个叫做苏慕的小子 还是另有其人 你是怎么做到的 组长罗鱼好奇地问 哦 我主修的科目里 有丹药专业 苏慕回答道 特勤三组的修真者们 听得是一头雾水 你是学丹药的 跟干掉九尾蛇 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九尾蛇 还求着你给他丹药 为此不惜自闭吗 好在苏慕没有卖关子 继续道 作为一个丹药专业的学生 会用毒 不奇怪吧 特勤三组的修真者们瞄懂 你用毒放倒了九尾蛇 苏慕点头 对 什么毒那么厉害 能毒倒九尾蛇 我用的毒 其实不算多厉害 只是九尾蛇太贪心 吞吃的量太多 于是就被放倒了 虽然苏慕讲得含糊 但特勤三组的人 都是经验丰富的战场老手 一下子就猜出了大概情况 感叹道 能骗得九尾蛇吞下大量毒药 你也是厉害了 能不厉害吗 苏慕可是文武兵教授的嫡系传人 顾染西插嘴说道 文武兵在修真界里威名不弱 这几个修真者 全都听说过他的名字 罗鱼更是问道 你说的这个文武兵教授 是不是你们学校单要系的主任 对 就是文主任 固染西点头道 特勤三组的修真者们 顿时释然了 难怪了 原来是文教授的嫡系传人 我说用毒的本事 怎么会这么强 文教授用毒的本领是出了名的 没想到他的学子学孙 用毒也是这么厉害 感叹过后 罗鱼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地说 苏木同学 我们刚才只是例行询问 并不是在针对你 你可别往心里去 更别给我们下药啊 几位前辈 你们就不要拿我打去了 苏木苦笑着拱手 连说不会下药 几个修真者都跟着笑 心里面却是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看来 他们对苏木下毒的本事 还是有些顾忌的 毕竟文武并用毒的本领 早已闻名于世 作为他嫡系传人的苏木 在这上面肯定不简单 否则不会以一级甲等的实力 就把四五级的九尾蛇 给毒翻放倒 忽然 之前拎着六管旋转机枪的 魁梧修真者顾立 瞇着眼睛 一边思索一边说 哎 我怎么觉得 苏木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 听他这么一讲 另外几位修真者 也都觉得 这个名字很耳熟 罗鱼想了起来 说道 可不耳熟吗 咱们队长一直心心念念的恩人 就叫这个名字 这要巧 可不是巧了吗 不过我们队长的恩人 是在 修真学术报上 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的那个苏木 听到这 顾冉希 荀林等人 齐刷刷扭头 将目光投向了苏木 这 还真是巧了呢 罗鱼先是一愣 紧接着反应了过来 有些惊讶和难以置信地说 难道他就是在 修真学术报 上面 发表文章的苏木 对 就是他 如假包换 或真价实 哈哈 这真不是一般的巧 顾冉希 寻灵他们笑着说道 罗鱼 顾立几个人 则是一脸的震惊 卧槽 在 修真学术报 上面发表文章的苏木 竟然这么年轻 这么帅 我们还以为 他就算不是个白胡子老头 也应该是个 秃头谢顶的中年大叔 现在的学生 都是这么强的吗 彭昌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震惊过后 罗鱼扭头 向擅长辨别谎言的战友 巧声询问 应该是真的 我没有发现撒谎的迹象 彭昌点头 同样是将声音压得极低 罗鱼看着苏木 态度十分热情 真是没有想到 居然这要巧 更没有想到 你竟是这么的年轻 可惜我们队长正在闭关 要不然看到你 一定会非常高兴 苏木表示很猛逼 我根本不认识你们队长 怎么就变成他的恩人了呢 罗鱼看出了他的疑惑 笑着说 我们队长之前卡在四级甲等上 有很长一段时间 想尽办法 也无法触摸到五级的门槛 直到前不久 看到了你在 修真学术报上面 刊登的 关于筑基和修真基础理论的几篇文章 结果心有所处 悟通了好些问题 终于是 进入到了突破状态 听了这番 苏木总算是明白了原因 原来是看了他写的文章 寻觅到了突破的可能 难怪会把它当成恩人 简单地聊了几句后 特勤三组的人 拿出法器卫星电话 联系医疗 警察等单位 让他们赶紧派人过来 同时又向基地报告了 九尾蛇被消灭 局势得到控制等情况 完了后 罗鱼介绍说 九尾蛇刚一现身 基地那边的妖气感应雷达 就察觉到了 当时法器重炮部队 以及东风浮温导弹 都做好了发射准备 瞄准了这片区域 要不是这里有个村庄 早就开炸了 我们过来的任务 一是侦查村庄里 是否还有幸存者 二是精准定位目标 为火力打击做引导 苏木他们倍感庆幸 还好基地没有直接开火 要不然 他们就得在绚烂的烟花中 魂飞魄散了 正所谓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心如雨 浮温导弹从天而降时的场面 可是绚烂如烟花的 随后特勤三组的人 在村庄内外展开搜寻 看看有没有危险隐患 并又查看了村民们的情况 针对这些 苏木他们早就做了妥善处理 特勤三组的人在发现后 都赞叹不已 苏木他们也没有闲着 苏叶在两个符文手办的保护下 继续摸尸刷经验 苏木泽和凯文他们 搜寻九尾蛇旧皮的蛇灵 以及血尸神的卵 九尾蛇的蛇灵 既坚硬又锋利 无论是用来打造防具还是武器 都是上好材料 就是之前的战斗中 旧皮蛇灵被顿反的到处都是 血尸神的卵 也因为卵囊破损 散落一地 想要把它们全部找回来 并不容易 还好有凯文在 他在伸展魔包里面一阵翻寻 拽出了一只有着黑毛长鼻 模样有点像是老鼠的异兽秀秀 这是英伦岛上的一种异兽 喜欢追逐宝贝 在秀秀的帮助人 众人很快把九尾蛇旧皮上落下的蛇灵 以及血尸神的虫卵 都给找齐了 虫卵是活物 没法放进次元空间 暂时放到了凯文的伸展魔包里 九尾蛇的蛇灵 大伙一致决定让苏木拿着 等回去用这些蛇灵 帮他们改良防具武器 当然 这些战利品 大部分都是苏木的 毕竟在刚才那一战里 他出力最大 理应分到最多 苏木他们忙活完不久 特勤三组的修真者们 折返回到了他们身边 罗鱼道 警察和医生快到了 等他们抵达 我们把这里移交给他们后 就要离开 你们是随我们回基地呢 还是再在这里待一晚 跟你们回基地 苏木他们没有犹豫 立刻做出了选择 留在这里 今晚上怕是休想睡好了 还是跟着特勤三组的人走吧 有他们一路相伴 就算是在雪山里面摸黑赶路 也不怕 苏木想起了一件事 忙道 对了 骆前辈 罗鱼白手打断了他的话 纠正道 别叫前辈 听着就感觉老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叫哥 苏木看了他一眼 心说你 至少比我大出十几岁 好意思装嫩吗 嘴上去印道 好的 骆哥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罗鱼回答得很爽快 什么忙 你说 只要不违反纪律 不违反 不违反 苏木抬手一直死硬了的九尾蛇 能不能帮我把他的皮扒下来 不让你白干 我给报仇 罗鱼瞪了他一眼 有些不满地说 说什么报仇 瞧不起我吗 你是队长的恩人 就是我的恩人 帮恩人巴掌蛇皮还要钱 等队长出关 还不得揍我了 随后又笑了起来 你找我算找对人了 我主修的就是顶时专业 进到部队后 还在炊事班里面 进修了好几年 九尾蛇的蛇皮 就算再坚固 我也能包得下来 好家伙 都说部队炊事班里面能人多 没想到还真是 罗鱼拿出一把杀猪刀 走到九尾蛇的尸身前 上下打量了一番 找准了下刀点后 手起刀落 带起了一片绚烂的刀光 三两下的功夫 就将九尾蛇的蛇皮 完美地包了下来 还顺道帮着 把九尾蛇给开膛破洞 苏木站在一旁 瞪大了眼睛偷失 刻金外挂 如他所愿的被激活 一套顶时流派的刀法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解一刀法 三分 不值一提 三级甲等 第262章 古怪的蛇胆 解一刀法 真是个好名字呀 这套刀法的威力如何 暂时还不清楚 但看这名字 就知道 他绝对不一般 只是等级稍微高了点 光三分 就已经有三级甲等 药克金升到十分 还不得上四级 看了解一刀法的详细介绍后 苏木才知道 他之所以叫解一 是因为他有着 非常强的破防效果 在顶时明厨的眼里 这世上的异兽 就没有不能拿来烹调做菜的 而异兽中像九尾蛇这样 有着坚固皮鳞与外壳的 不在少数 为了能够吃到这些异兽的肉 经过历代顶时明厨的研发 与改良 就有了一系列的破防刀法 解一刀法 便是其中之一 虽然这刀法的破防效果很强 可总觉得有点小失望 是什么回事 好在收获到的 并非全是失望 这套刀法 还是给了苏木一个惊喜 这刀法 属于刨丁刀法的进阶分支 只要学会了刨丁刀法 并且将顶时专业里 刀工基础 食材的构造与解剖 这两门课的知识掌握 即便修为没有达到三 四级的水平 也能拼着施展出来 至于具体能够施展出几刀 除了看自身的修为外 对解一刀法的掌握程度 亦是一大因素 刨丁刀法和刀工基础 食材的构造与解剖 这三门知识 苏木都是刻到了十分的 所以这解一刀法 他能学习并掌握 苏木没有犹豫 当即刻金 把解一刀法升到了十分 品级果然如他所料 突破到了四级丙等 因为等级差太多 他最多只能劈出两刀 就会感觉身体被掏空 但也值了 这可是四级刀法 威力比多肉法器的急火还强 就算只能劈出一刀 也是相当牛皮 关键时刻能见奇功 要打架是吧 我先捡你衣服破你房 就问你怕不怕 罗鱼收了刀 转过身来问 苏老弟 蛇皮扒下来了 顺带还帮你把这蛇开了糖 你看 要不要再帮你切成段 这服务不是一般的好 苏木忙道 不用了 切段 我自己来就行 谢谢罗哥 不用谢 小事一桩 罗鱼笑呵呵地硬道 拿出抹布 擦去了菜刀上面的血迹 苏木则让小叶子上去摸湿 同时忍不住琢磨 这九尾蛇 怎么也得算是个boss吧 摸它的湿 经验值能不能多点 经验值多不多 苏木不清楚 但小叶子摸出来的东西 着实不少 先是几块又大又长的灵精 九尾蛇的生活习惯 一定不怎么好 结是这么大一块块的 紧接着是蛇猪 九尾蛇的蛇猪 与人蛇肚子里摸出来的蛇猪 有着很大的不同 不仅体积大出许多 其中蕴含着的能量 也远非人蛇的蛇猪能比 苏木和苏叶 从这蛇子里 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它竟是与蛇猪有些相近 也就是说 这九尾蛇 已经有了化胶的可能 或者说 它已经开始化胶了 泽泽 要真是让它化胶成功 那算是个什么玩意儿 九尾胶吗 倒是与九头虫挺相配的 就是不知道万圣公主干不干 除开灵精和蛇蛇猪 最让苏木诧异的 是小叶子 还在九尾蛇的肚子里 摸出了好几个 看上去像是蛇蛋一样的东西 蛇蛋 这条九尾蛇 还是个母的 苏木惊讶了 不仅是他 顾冉希 寻灵他们几个 也是一点的诧异 之前九尾蛇说话的声音 跟有着钢铁之一称号的 仙灵声乐大佬腾哥 一样沙哑厚重 大伙都以为他是条公蛇 没想到竟是个母的 但他们的猜测 很快遭到了推翻 不对啊 罗鱼开了口 脸上同样充满了惊讶 这条九尾蛇 明明是个宫的 我刚才给他开膛破度的时候 还瞧见了蛇边呢 有九条 诺 就在他尾巴上面一点的位置 他抬手 朝着几个部位指了指 小孩子别看 苏木一把捂住了小叶子的眼睛 然后自己朝着 罗鱼说的位置望去 果然是 瞧见了蛇边 或 长度简直可怕 还带道次 有九条 谁特么扛得住啊 被捂住眼睛的苏叶 在心里面嘀咕着 又不是人的 有什么不能看的 估计是某人自卑吧 可嗨嗨 顾染西 寻领两位师姐 倒是看得津津有味 还点评议论 甚至有点 网稿黄色的方向发展 让站在他们旁边的凯文和林军杰 居然羞涩了 善善不敢搭枪 难怪有句话说 当女人流氓起来的时候 就没男人什么事了 还真是 这条九尾蛇 既然是公的 怎么还会产蛋 还是说 这些蛋不是他产的 只是被他吞进到了肚子里 可若是他吞吃的蛋 早该被消化了 怎么还能完好无损 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苏木脑子里面充满了疑问 难道这条九尾蛇 是女装大佬的最高境界 不仅难辨雌雄 还连娃都能自个儿生 简直厉害 佩服佩服 想不明白蛇蛋的来历 苏木也不去想了 让凯文打开伸展膜包 将这些蛇蛋 全给装了进去 寻灵笑着打趣道 你这包里装的东西 都快能开个宠物店了 这才哪到哪呀 凯文回答说 我家里养的好多宠物 都没带过来 要是带过来了 别说开宠物店 就是搞个动物园都行 寻灵不笑了 妈蛋 被土豪给炫了一脸 关键这土豪 还不觉得他是在炫浮 与其平淡的 就跟死宅说 自己在手机里 养了多少个纸片人老婆一样 这种平平淡淡的炫浮 才是最可恨的 苏叶又在九尾蛇的肚子里 摸索了好一阵 毕竟其肚子比较大 但再也没有摸到宝贝了 确定摸尸结束 苏木才掏出刀 先把九尾蛇的蛇胆 给切了下来 这胆不是一般的大 谁想要生吞是不可能的 不被噎死 也要被撑死 但它是上好药材 拿回去炮制一番 多种丹药都可用到 而且增效非凡 苏木把蛇胆 装到了空间手串里 然后才手起刀落 把九尾蛇切成了 一段一段的方便存放 罗哥 你们要来点吗 苏木在装九尾蛇肉的时候 还不忘招呼道 看得出来 罗鱼很想要 这可是九尾蛇啊 上好的蛇腰 不管是胶岩蛇段 还是轻烧蛇肉 又或者凉拌蛇皮 呃 最后那个还是算了 就算去掉蛇鳞 九尾蛇的皮 也是又尖又韧 做法器材料还好 拿来做灵摇 就太考验手艺了 不过在犹豫了一下后 罗鱼还是狠手规矩 摇头道 还是不要了 这条九尾蛇是你们杀的 我们没有出力 不好意思拿 苏木道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又没说让你们白拿 你们给钱就行了 罗鱼一脸猛逼 特勤三组的其他人 亦是差不多的表情 好小子 把生意都做到我们头上来了 一旁的顾染西 荀林等人 看得直了 也就是不知道他们心中所想 不然肯定会告诉他们 生意做到 你们头上算什么 苏木还跟九尾蛇谈了比买卖呢 当然 这买卖最终要了九尾蛇的命 幸亏没说 不然特勤三组的人 肯定不敢跟苏木做生意 别人家的买卖顶都是片刻 你倒好 不仅片刻 还要命 最终罗鱼他们 还是没能扛住诱惑 买了一些九尾蛇的肉 毕竟这种四五级蛇谣的肉 做成的林瑶吃了后 对于修为能有不低的提升 但他们没有多买 一方面是买多了 怕吃不完 林瑶这东西 不是谁都能像苏木和苏叶那样 胡吃海塞一个劲的账 普通人吃得多了 可不是胀肚子那么简单 另外一方面 则是九尾蛇的肉 实在不便宜 毕竟是四五级的妖兽 虽然他们几个人的今天很高 可日常的开销也很大 不敢买太多 又等了一会儿 远处传来了警笛声 一辆辆警车 救护车 破开黑夜 呼啸而至 罗鱼迎了上来 跟这些人做了交接 那些中了患毒的人 也得到了护理和救治 随行的医生里 有一位特地从室里 调过来的三级单一 他能帮着化解患毒 交接工作完成后 罗鱼走到苏木等人跟前 招呼道 完事了 我们走吧 走 苏木等人点头应道 架起飞剑 飞盾 飞天扫帚 骑上鼻翼鸟等等 就要跟着特勤三组的人 离开这座村庄 发现他们要走 村民们纷纷跑了出来 送别病道谢 要不是苏木他们 村民们还不知道 原来在自己的村子里 藏了一个恶妖 在村子四周 还藏了一堆的妖蛇 和一个蛇妖大boss 在群妖的虎视眈眈下 他们这些人 早晚得死到一个不上 苏木等人 是救了他们的命 飞在天上的罗鱼 看了眼下方挥手送行 高喊着谢谢的村民 扭头问苏木 感觉怎么样 很爽 很激动 苏木据实相告 记住这种感觉吧 罗鱼说 却没有解释为什么 苏木他们 挥手跟村民道别 特勤三组的人没有催促 耐心等着他们告别完 才带路往雪山深处飞 村民们一直目送着他们 直到彻底不见了踪影 才急急忙忙地回了屋 没法不及 深夜的雪山脚下 可不是一般的冷 第263章 比信众还穷的神 目送苏木等人离开后 吴明生快步朝着 自己的民宿客栈奔去 途中有医护人员 叫他过去接受体检 他都没有搭理 回到客栈 连续锁上院门和屋门 他直奔自己住的房间 打开保险柜 从里面拿出了一尊刘金铜像 铜像是人手蛇身的造型 与苏木在幻境中见到的怪物 有着七八分相似 吴明生将铜像爆了出来 摆在了供奉财神的神龛前 又拿出三只用特殊材料 制作而成的药箱 点燃后插在了香炉里 三束白眼冉冉升起 涌进刘金铜像 恍惚间 吴明生感觉铜像的眼睛 似乎突然亮了几分 他不敢迟疑 急忙跪在地上 口称伟大的主 开始汇报 我在贡嘎雪山下的村庄 遇见了主说的苏木 他和几个同学 来我们村庄投诉 期间 还帮着我们这里一个人治病 结果发现 那人是被血网寄生 等苏木他们除掉了这个血网后 一条巨大的九尾蛇 带着成千上万的毒蛇 突然出现了 吴明生只是个普通人 对于苏木 是怎么干掉九尾蛇的 他并不清楚 只知道九尾蛇现身后 释放出了极为恐怖的威势 差点没把他给压爆 好在苏木那边 也有同样强的威压发出 两箱抵消 才让他没死 苏木和九尾蛇谈买卖的事 他听到了一部分 并不全 至于后面怎么就又打了起来 九尾蛇怎么扑接完蛋的 就更不清楚了 还是那句话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事发的时候 根本就不敢出屋 他所掌握到的情报 一部分是躲在屋子里听到的 一部分则是刚刚在外面 听左邻右舍聊天所得 甚至还有许多是 他们挠不出来的剧情 苏木是救命恩人 吹他就完事了 无名声并不知道 在一个被黑暗 彻底笼罩了的空间里 一只人手蛇身 只剩骷髅架子的怪物 正在聆听着他的汇报 正因为他的汇报中 有大量臆想出来的 不真实的内容 导致怪物的判断 遭到了误导 一条巨大的九尾蛇 那样的体型 显然已经成年 而成年的九尾蛇 最弱 也该有四级的实力 苏木的修为 不过是一级假等 蝼蚁般的水平 即便加上他的队友 也不可能是九尾蛇的对手 只会被一口吞吃 但现在 却是苏木干掉了九尾蛇 肯定是我的那个固友 借苏木的身体出手了 他能借力与苏木 灭掉一条至少四级实力的九尾蛇 看来是真的逃脱了牢笼 并非骗我 找到他 一定要找到他 打听出离开牢笼的方法 这个该死的地方 我待得已经太久了 一刻也不想再多留了 虽然怪物迫切地想要 找寻到神秘固有 却不打算从苏木着手 他只是 给信众托梦下令 让他们遇到了苏木后 务必将情况汇报 却并没有派人去跟踪苏木 更没有让人去调查苏木的底细 不是他不想这么做 而是不敢 他怕这么做了 会激怒神秘固有 他还要依仗对方 逃出这方牢笼空间 不得不谨慎对待 至于让人遇到苏木 立刻做汇报 不过是打擦边球而已 就算神秘固有知道了 也不会放在心上 吴明生很快做完了汇报 但他没有停止仪式 而是开始了祈祷 主啊 求您保佑我这民宿客栈的生意 能够尽快恢复吧 为了开这家民宿客栈 我不仅花光了存款 还借贷了不少钱 要是生意再这么惨淡下去 我就要倾家荡产了 听见这话 牢笼空间里的怪物 忍不住冷哼了一声 他虽然被困在了牢笼空间里 但对外面世界的情况 还是有些掌握 知道吴明生民宿客栈的生意不好 是因为雪山兄弟突然变得活跃 出现了多个空间裂缝 让凶兽妖物逃出去了的缘故 这样的事情 他一个被关押在牢笼里的囚犯 能帮上什么忙 所以 怪物干脆是装着没有听见 不予理会 心里面则在琢磨 雪山兄弟里面关押的 到底是哪一位 雪山兄弟已经现实多年 关押在里面的囚犯 肯定早已毙命 不然兄弟里 也孕育不出那么多的凶兽恶妖 要是我不能离开这个该死的牢笼 再过些年 等我的力量 被这些该死的蛆虫细干细净 我也会化作一具枯骨 成为新生的妖兽们的养分吧 怪物溃然长叹 低头看了眼 爬满自己全身的蛆虫 一团黑雾涌动 它身上的蛆虫 立刻化为灰烬 但下一秒 又有新的蛆虫 诞生在了它的身上 不停地吞噬着它的腐肉骨髓 吸食着它的能量 这些蛆虫 是这个牢笼空间的刑法所化 杀不尽除不完 无休止地折磨它 直到它彻底毙命 它刚被关进这个地方的时候 没少清理这些蛆虫 到后来就放弃了 因为一点用也没有 跪在地上的无名声 还没有结束祈祷 又提了个要求 要是不能让我民宿客栈的生意好起来 就请主能保佑我在其他方面发财赚大钱 比如彩票什么的 等我发了财 一定给你大量上贡香火钱 也就是怪物的脸上 没有了皮肉 只剩下了骨头 要不然它这会儿 非被气到脸发青不可 保佑你发财赚大钱 我他妈现在还想要钱呢 你保险柜里的钱 比我拥有的多多了 至于彩票 更别想 这个世界的彩票 有实力超强的修真者坐镇守护 别说怪物被关押在牢笼空间里 无法对彩票施加影响 就算能够施加影响 也不可能给无名声啊 自己中奖不好吗 贪得无厌 怪物在心头给无名声下了个点评 不过这种贪得无厌之辈 却是他现在最好用的信重 他想了想 最终还是回了无名声一句 无知已 至于他这话 是知道了无名声汇报的事情 还是知道了无名声的祈祷 就看无名声自己去理解了 反正 他不怕无名声背叛 无名声要真敢因为他 没有保佑发财就背叛 他有的是办法 能够收拾对方 最不计也能让无名声 变成完全受他操控的提现傀儡 到了那个时候 看他无名声 还有什么要求敢提 跪在地上的无名声 突然听到耳边响起一个声音 先是一惊 随后大喜 以为自己真是被神灵眷顾了 他忙不迭地冲着铜像磕头 脸上布满了笑容 心里面更是乐开了花 主说他知道了 我的祈求 这是要帮我发财的节奏啊 老王老马还有大冬子 你们给我等着 要不要多久 我无名声就能与你们平起平坐 甚至还在你们之上 因为我上头有神 哈哈哈哈 正乐着 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无名声被吓了一跳 忙问 谁 警察 院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啊 警 警察 无名声被吓了一跳 目光投向了摆在财神前面的流金铜像 他很清楚 自己信奉的是一尊邪神 要是被警察发现 别说是发财与老王老马大冬子他们平起平坐了 今儿晚上就得被抓起来 哟 有什么事吗 无名声一边问 一边拿起流金铜像 就往自己住的房间跑 例行检查 快点开门 来了 来了 无名声赶紧把流金铜像放回到了保险柜里 然后才去开了屋门和院门 外面站了几个警察 其中还有一个是修真警员 怎么这么慢 警察在出示了证件后 往屋子里走 我们过来检查看看 你这里有没有隐患残留 毕竟刚刚才来了一群蛇 话是这么说 其实真正的原因 是修真警员手中的检测仪器 突然发现 这边有异常的能量波动 便赶了过来查看究竟 嗯 我在上厕所 上厕所 无名声找了个借口 怎么满脸是汗 慌慌张张 还不是吓的 你们是没有见到刚才那场面 那些蛇 太可怕了 要不是被吓到了 我怎么会急匆匆地跑回来上厕所 修真警员看了眼手中的仪器 没有在无名声身上 发现什么情况 便不理他 静止进了屋 按照仪器所指 找到了无名声的保险柜 打开它 啊 无名声脸色一变 里面有问题 这 修真警员见他不配合 干脆自己动手 一个法术扔了过去 这只普通的保险柜 立刻被打开 无名声脸都绿了 卧槽 这么容易就被打开了吗 当初卖我保险柜的人 可是吹嘘 这保险柜安保系数极高 连修真者都开不了 现在看来 根本是虚假宣传啊 同时他也极为害怕 按道完蛋 自己供奉的神像 一旦被警察发现 等待自己的 便是牢狱生活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被生双翼的毒蛇 突然从保险柜里 窜了出来 被修真警员一箭斩杀 随后修真警员 拿仪器测了测周围 又检查了一下保险柜 保险柜里除了一些钱财 别无他物 无名声放在里面的 流金铜像 就跟消失了一般 确定没有问题 修真警员说道 这地方已经没有 异常的能量波动了 扭头看向无名声 见他脸色难看 还以为是被飞蛇 给吓到的 安慰了两声 又叮嘱道 要是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立刻通知我们 是是是 无名声连连点头 等警察离去后 他关上门 方才长出了一口气 感觉全身 都被冷汗给打湿透了 等他重新回到屋里 再去看保险柜 却发现 流金铜像完好无损地 放在里面 只是里面放着的钱 不见了踪影 这铜像刚才跑哪里去了 那条飞蛇 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些 都是主的手段 无名声虽然心疼 不见了的钱 但更计怕主的手段 双脚一软 再度跪在了流金铜像前 不停祷告 第264章 虎皮五菱胶 苏木六人 在特勤三组的带领下 飞进雪山深处 降落在了一个山谷中 山谷内外 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外面漆黑一片 除了凌冽刺骨的寒风外 便是厚厚的白雪 山谷里面 则是明亮如白昼 同时温暖如春 一点寒气都没有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是 突然从冰雪天 进到了暖气房里 瞬间便被热气 激出了一层浓浓细寒 除此之外 众人还发现 进入山谷后 扛着风雪 一路飞来的疲惫 竟也减轻了不少 罗哥 山谷里不止有浮阵 苏木问 他还发现 外面的风雪 刚一靠近山谷 就会被无形的力量挡住 弹开 当然有浮阵了 这里可是后方基地 雪山兄弟的第二道防线 这里的浮阵 不仅有抵御外敌的功效 同时还能改善恶劣环境 为兄弟里面执行任务出来 或者换房出来的弟兄们 提供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休息 疗养环境 这个时候 凯文几人又有了新的发现 快看那边 居然还有摆摊做生意的 罗哥 这里还允许摆摊 他们来之前 都以为雪山基地 应该是纪律森严 完全的军事化管理 可在到了地方后才发现 根本不是那样 听了他们的疑问 客情三组的人都笑了起来 罗宇解释道 这里是后方基地 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 相对要宽松许多 毕竟人的精神不能一直绷着 否则是会出问题的 至于摆摊做生意 在前线基地是明令禁止 但在后方基地是允许的 所以 有不少人会在这里 出售他们在雪山兄弟里的收获 原来是这样 苏木六人明白了 路过摊点时 还好奇地打量了一下 说是摊位 其实就是在地上铺了张垫子 把要卖的东西摆在上面 很是简陋 商家要么坐在一旁 要么干脆坐在垫子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晚上的缘故 他们没有吆喝 只是将灵力外放 在摊位上方 化作了一个个大字 有的写明了自己要卖的东西 比如雪狼皮 风雪餐等等 也有的干脆是标注了一句 老板带着小姨子跑了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也不知道 老板带着小姨子跑路 跟不要错过有什么关系 但别说 这家摊子特受欢迎 不管买不买 都喜欢去他那看看 苏木还发现 这里不仅有卖各种丹药的 居然还有好几个摊位 在卖虎皮五菱胶 五菱胶是一种辣椒鼠的灵质 蕴藏着很强劲的火系灵器 虎皮五菱胶这种灵鸟 苏木也准备了不少 因为可以提升抗寒抗冻的属性 是进入雪山兄弟的碧池灵鸟 卖虎皮五菱胶的老板 正在玩着手机游戏 眼角余光瞥见有人过来 他一边忙着抢队友的兵线 一边头也不抬地说 要买虎皮五菱胶吗 不是我吹牛 我这里的虎皮五菱胶 是整个后方基地里 品质最好的 基本都在八十以上 在整个后方基地里 你就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了 只是八十吗 苏木心里没有谱了 谢谢 我就是看看 没打算买 见他不买 老板没有了推销的性质 继续控制着自己的打野号 去抢队友的兵线 完全无视了队友的抗议 罗鱼让组员先回去交任务 他则亲自将苏木六人 送到了基地的住宿区 找到一位中卫军官 交代了几句后 对苏木六人说 老孙会帮你们安排住宿的 今晚上你们先休息 等明天再去作战部报道 领取任务 你们要是想四处转转也没问题 但要记住 千万别惹事 否则没人能保得了你们 知道了 谢谢罗哥 苏木和顾染希等人 我还要回去交任务 先走了 罗鱼摆了摆手 转身离去 再来的路上 他们已经把消灭九尾蛇的过程 做了详细的询问 这会儿 他就是要去向上级汇报此事 九尾蛇是四 五级的恶妖 苏木六人能够灭掉他 肯定能获得一大笔奖励 送走罗鱼 孙中尉招呼苏木六人跟他走 边走边介绍 最近这几日 因为葛修珍大学 派过来增援的人数有点多 原本的营房根本不够用 没关系 这个山谷里面很舒服 别说住帐篷 就是席地儿卧也可以 还能看着福镇外面呼啸而过的风雪 多有诗情画意 凯文抬头看了眼天 黑漆漆的 什么都看不到 这跟诗情画意 有个毛线关系 相比诗情画意 他更关心另外一件事 孙中尉 那个帐篷 是男女同住的吗 林军杰眼睛一亮 两只耳朵刷得一下竖了起来 苏木没吭声 只是白了这两个人一眼 你们在想辟痴 孙中尉似乎被问过了很多次 早已见怪不怪 连语气都没变一下 回答说 男女分开住 凯文和林军杰不禁有些失望 固染西将手指捏得咔咔响 宁笑着说 你们两个少做白人梦了 就算同住一个帐篷 你们还想占我们的便宜 就不怕被打断胳膊 抿下腿脚吗 就是 寻灵附和道 飞剑阴声而出 在他身前画出一片剑影 实话告诉你们 我学艺兽专业的时间虽然短 却帮着老师淹了不少异兽 唯独没有淹过人 我的这把剑 早已经饥渴难耐了 你们谁来试试 卧槽 林军杰和凯文下意识的一家腿 为什么我的女队友 都是这么的可怕 动不动就要人断手断脚 绝子绝孙 惹不起惹不起 他们忍不住想 感情男女分开住 是在保护我们的安全啊 男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住宿区的中间有一条大道 两侧分别是男女帐篷营区 和普通大学里 男女宿舍楼分开一个样 只是这里没有宿管阿姨 或者宿管大爷 即便如此 依旧没几个男生 敢随意进出女生的帐篷营区 毕竟住在这里的 都不是普通女生 而是一个个的女修真者 掏出宝贝 说不定比男生还要厉害得多 秒秒钟就能把男生垂趴在地 比如林军杰 要是对上了顾染西 绝对是被抱垂的节奏 一个辅助 怎么跟肉坦加输出打 男生不敢随意进出 女生的帐篷营区 没人反对不说 还都很受欢迎 男生去左边的307号帐篷 女生去右边的401号帐篷 孙中卫安排道 众人道谢 苏木把小叶子 拜托给了顾染西和寻灵 相信有两位姐姐照顾 外加菜猫和两只符文手办 也没人能欺负得了他 完事后 苏木才和林军杰 凯文一起 走进男生的帐篷营区 很快找到了307号帐篷 刚掀开帐篷门 就看到几颗明晃晃的光头 对方也瞧见了他们 招呼道 你们也住这个帐篷 进来吧 哪家学校的 苏木三人自报家门 我们是青城山修真大学的 玄机又问 不知几位师兄 是哪家学校的 哦 我们是峨眉山修真大学的 几个光头回答说 峨眉山修真大学 这不是巧了吗 苏木乐乐 峨眉山的师兄好啊 买东西很爽快 希望这几位 也能保持峨眉山修真大学的 优良传统 我认识好些峨眉山的师兄 比如那蓝出师兄 关系还挺不错的 他这次有来吗 你认识那蓝出师兄 他这次没来 几个峨眉山修真大学的人 听到这话 态度立马热切了许多 闲聊了几句 把床铺收拾妥当后 苏木又找到了 这几个峨眉山修真大学的人 好奇地问 几位师兄是修佛的 他们的队长 是一个叫做 郭球的光头汉子 抬手朝旁边 两个队友指了指 不全是 就他们两个是修佛的 被他指到的两个人 双手合十 冲苏木行了一礼 苏木急忙回礼 然后不解地问 那你们的头发 没用裴员零酒吗 郭球叹了一声 苦着脸道 我们倒是想用 可不是没有抢到吗 苏木压低了声音道 各位师兄不用发愁 我听一个朋友说 要不要多久 裴员零酒就能敞开了供应 郭球精神一震 真的假的 你那朋友靠谱吗 苏木道 绝对可靠 他在客店有人 那就太好了 郭球大喜 另外几个峨眉山修真大学的人 也是喜笑颜开 苏木紧接着又问 哎对了 郭师兄 你们这次来 有吃虎皮五菱胶吗 郭球摇头 还没有 我们准备明天接到任务的时候 再去买点 我看了 这里卖的虎皮五菱胶 都在八十到八十五品质 很不错 苏木呵呵一笑 别等明天了 我这里有品质九十以上的 不仅抗寒抗冻的效果更好 还有几率给公鸡附带上火属性 你们要不要来几分 真的假的 九十品质 还能给公鸡附魔 郭球有些不敢相信 苏木拍着胸脯道 绝对的货真价实 你们要是吃了没那效果 十倍赔偿 没等郭球再开口 他的队员们 便纷纷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 队长 我想吃虎皮五菱胶 我也想吃 郭球也是很心动 九十品质 还带附魔 这要是吃了 他们不仅在雪山兄弟里 能少受罪 还可以提升任务的成功率 当即下定了决心 一拍大腿道 吃 吃大份的 两份够吗 够了 谢谢队长 队长真好 队员们一个个喜笑言开 第265章 没有副作用 和固染戏一样 郭球也是来这里执行突破任务的 他小队里的这几位 都是请来帮忙的朋友 所以 无论灵瑶还是丹药的花费 都得由他来承担 自从青城山修真大学 改革了任务系统 成功调动起学生们的积极性 属地的修真大学 便纷纷效仿 甚至还专门派了任务设计师 到青城山修真大学去进修学习 如何折磨 嗨嗨 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在磨练他们的同时 给予他们物资上的各种奖励 峨眉山修真大学 亦不例外 甚至因为两所修真大学 离得比较近 导致峨眉山修真大学这边 也有不少人听说了 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同学的故事 对这位同学抱以极大的热情和感激 都说要请他去医院里面 好好地修养一段时间 一些占卜专业的同学 甚至想要通过占卜 推算出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同学的情报 好带着人去 当面感谢 只是青城山修真大学那边早有准备 设有层层尽致 让他们无法占卜出结果 只能无奈作罢 郭球在队员们的叫好声与赞美声中 大手一挥 很是豪迈地下了单 哎十分 让兄弟们吃个爽 果实兄豪切 苏木竖起大拇指夸了一句 从空间手串里 拿出了十份用餐盒装着并裹了保鲜膜的虎皮五菱胶 笑呵呵地说 承蒙会顾 五十万谢谢 请问是现金还是微信 支付宝 支付 哎 等等 多少钱 郭球的话说到一半 猛然反应过来不对劲 瞪大了眼睛问道 五十万 这么贵 那岂不是五万一份了 不 苏木摇头 一脸认真的说 是六万一份 看在你们是兄弟院校的份上 给了一万的优惠 郭球惊了 什么 这还是给了优惠的价格 不是 老弟你这卖的也太贵了呀 外面那些百摊卖虎皮五菱胶的 才三万五一份 苏木笑着说 郭师兄刚才也说了 外面摊点上面 卖的虎皮五菱胶 最高品质才八十五 而我卖的这些 品质可是在九十以上 效果更好不说 还有提升火系法术威力 以及有机会给攻击附加火属性等功效 这些是外面的虎皮五菱胶 所不具备的 只贵个一万五 很划算了好吧 是挺划算的 郭求夏意识地接了一句 但很快反应过来 自己是在讨价还价 怎么能赞同卖家的话 被牵着鼻子走呢 急忙话锋一转 说道 还是太贵了 一份贵一万五 十份就贵了十五万 老弟 你再给便宜点呗 苏木完全不为所动 巧舌如簧 不能再便宜了 说实话 要是换成别人来 还没有这个优惠呢 你们吃了我卖的虎皮五菱胶 进到雪山兄弟里面 状态肯定极好 不仅能够顺利执行完任务 还能有不少别的收获 到时候你们赚到的 可不只是十几二十万 另外 我这虎皮五菱胶 还有另外两大特点 什么特点 郭求再次下意识地接了话 反应过来后 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 怎么就这么爱接茶呢 难不成是当初跟着孙胖子 在动物园里学说相声落下的毛病 苏木对他的接茶 却是很满意 这事的好买主啊 没见因此他的惊呼 以及后面两次接茶 把周围其他帐篷的人 都给吸引过来了吗 这种不要钱的自来托 简直是真爱啊 苏木笑呵呵地介绍道 首先 他吃着不辣嘴不伤胃 但效果却是极佳 其次 在他的效果结束后 没有副作用 不会出现普通虎皮五菱胶 最常见的拉肚子 屁股疼等毛病 从根本上 呵护你们娇嫩的屁屁 听说了这两个特点后 不少原本就对 这虎皮五菱胶感兴趣的人 是越发想要吃它了 普通的虎皮五菱胶 抗寒抗动的效果虽然还行 但是对于不能吃辣的人来说 十分的不友好 辣嘴巴都算了 忍忍能过去 可效果到期后出现的副作用 却是把不少修真者 都给折磨得很痛苦 苏木他们来的路上 没少瞧见一些 门帘掀开的帐篷里 有师兄翘着屁股趴在床上 不是他们在搞黄色 而是躺着屁屁就痛 唯有保持这个姿势 才能稍微缓解一些 还好在帐篷里没有肥皂 不然就危险了 这也是不少 卖虎皮五菱胶摊位的旁边 都有卖阴龙质窗高的原因 俨然已经形成了一套产业链 苏木卖的虎皮五菱胶 没有这些副作用 对屁股格外友好 这吸引力可不是一般的大 毕竟没人想要自己的屁股遭罪 队长 买吧 老郭 为了我们的屁股 别抠了好吗 我不吹不黑地说一句啊 这虎皮五菱胶的品质那么高 还能给攻击附加火属性 吃了肯定对完成你的突破任务 有很大助力 就算贵点也值了 你说对吧 队友们你一言我一语 还有人干脆道 要不你 直接给我们每人发三万五 剩下的一万五 我们自己补上 那可不行 郭球断然拒绝了这位队友的提 郑测说道 你们是来帮我完成任务的 任务中所有的开支 都该由我来承担 这是规矩 不能乱 那你倒是买啊 队友们都要急哭了 郭球一咬牙 下定了决心 行 五万就五万吧 但我不要十分了 五分就够了 又扭头冲队友们解释 这灵妖的效果 吃一份和两份 没有多大差别 而且吃两份的话 还有可能 因为一次性灵气摄入太多 影响到健康 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队友们都在呵呵笑 说白了 还是抠 找那么多借口做什么 不过他们也清楚郭球的性格 他能买这贵的 虎皮五菱胶 就很不错了 倒没非逼着 他给每人买两份 郭球扫码付款后 接过了苏木蒂 给他的五份虎皮五菱胶 挨个分了后 当即就吃下了自己那份 想试试效果 看看苏木 有没有做虚假宣传 反正虎皮五菱胶的效果 持续期长达五天 而他们在雪山兄弟里的 巡逻时间不过三天 即便浪费了一天也足够用 何况明早就要进雪山兄弟 严格来算 只是浪费了几个小时 苏木求之不得 周围帐篷的人 都跑了过来看热闹 就算郭球部主动试验 苏木都会劝他们试试 展现出效果 招揽来更多的客人 从而把 猫饭餐厅的招牌打出去 随着客店走上正轨 苏木打算把灵瑶与之分割 单独搞个猫饭餐厅 放到外卖APP上去 如果虎皮五菱胶 能在雪山基地这里打响名气 就算他们以后走了 要进雪山兄弟执行任务的人 都可以上外卖APP 找到猫饭餐厅 点上一份虎皮五菱胶 这名头可不就打开了吗 这个世界的外卖 有普通送餐 和飞剑送餐等好几种模式 不仅可以同城快送 只要钱给到位 天涯海角都能给你现实送达 这也是苏木打算 在网上开个猫饭餐厅的原因 而培养虔诚的猫饭教徒 更是要从现在开始 从这几个峨眉山修真大学的师兄 以及周围看热闹的修真者们开始 见锅球拿着虎皮五菱胶 嚼得咔嚓咔嚓那叫一个脆爽 无论是他的队员 还是周围的人 都忍不住开始咽口水 这家伙吃得太香了 队长 感觉怎么样 辣吗 一个队员实在忍不住了 开口发问 有点微辣 不算厉害 伴着醋的酸香 很好吃 锅球回答道 同时侧身挡住了这个队员 一副生怕会被他抢了的样子 还佩佩佩往虎皮五菱胶上吐了好些口水 然后才说 别打我这虎皮五菱胶的主意 队友一脸无语 至于吗 我又不是没有 怎么可能打你胶的主意 锅球几口 就把一份虎皮五菱胶 都给吃完咽下了肚 还有点意犹未尽 想再买一份吃 可转念一想 如果再买 肯定不能只给自己买 还得给队友们都再买一份 那就是二十来万 虽然他是修真者 赚钱比普通人容易 但也不能这样花 于是他忍下了欲望 走出帐篷 站在外面的空地上 冲周围看热闹的人一拱手 说道 有钱的捧个前场 没钱的捧个 呸呸 不好意思 说错台词了 在场的师兄 可有精通寒冰类法术的 能不能帮忙做个试验 一个魁梧的康巴汉子站了出来 我会寒冰法术 要我怎么做 师兄怎么称呼 叫我多吉就行 郭球点头 说道 多吉师兄 你能不能让我身边温度大幅下降 最好是降到跟雪山兄弟里一个水平 我想试试这虎皮五菱胶的抗寒抗动效果 没问题 多吉硬道 他拿出了一只金刚锄握在手中 催动灵气念诵咒语 就见一道道白色光圈凭空出现 套在了郭球的身上 这技术 去公园里玩套圈游戏 绝对能赚到不少玩偶 每套上一个白色光圈 郭球身边的温度就会下降一大截 很快 郭球所占的地面便接出了一片冰霜 而他身边的温度 按照多吉的说法 已经低到了与雪山兄弟里差不多的程度 但郭球却一点不觉得冷 甚至还想脱衣服 不是想耍流氓 而是很骚 嗨嗨 不对 是很热 这效果 真的绝了 第二百六十六章 效果决赞 郭球以前曾经来过雪山兄弟 那个时候的雪山兄弟 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 他是在老师的带领下 进去采集实验材料 所以 他是吃过普通虎皮五菱胶的 知道这灵瑶究竟是个什么效果 确实能提升抗寒抗冻的属性 但并不代表在雪山兄弟里 就不会觉得冷 顶多是不会被冻僵 不影响身体的正常运动 可他刚吃过的那份虎皮五菱胶 却是让他在极寒的状况下 一点也不觉得冷 甚至浑身发热 感觉就算是脱光衣服 在雪山兄弟里奔跑 也完全不成问题 不说别的 光是这份寒冷抗性 便已经不亏了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甚至还能靠他保命 老郭 你感觉怎么样 冷吗 有队友问 语气中充满了期待 郭球回答说 一点也不冷 浑身充满了暖意 舒服得不得了 旁边看热闹的修真哲理 有人心存怀疑 别是在炒作吧 虎皮五菱胶我也吃过 在雪山兄弟的寒冷环境里 只能保护身体不被冻伤 怎么可能还很舒服 肯定温度不够 哥们 你演过了知道吗 没等郭球开口 直信子的多吉就冷哼了一声 冲着出言质疑的人说 你怀疑我们造假 可以自己到这位郭师兄身边 去试试温度 看他到底有没有达到 雪山兄弟里的寒冷水平 试试就试试 对方也不怂 硬了一声 便走出人群 来到了郭球身边 之前离得远又是站在人群里 感觉都还不是太明显 此刻走近了后 这人方才发现 郭球身边的气温 好像真的很低 比他想象中的冷太多 难道真不是拖 真不是眼哪 这人在心中嘀咕着 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放到了郭球身上 饶食他有准备 鼓动灵气护住了这只手 也在瞬间被冻红洞子 寒冷的感觉穿过皮肉 直入骨髓 让他这只手 短暂地失去了感觉 等他急忙将手收回 上面已经覆盖了一层寒霜 看了眼自己的手 又看了眼郭球和多吉 这人不敢再杠了 只是惊呼 卧槽 这居然不是眼的 苏木表示很遗憾 他多希望这人再多杠几下 好让周围看热闹的修真者们 能对他的虎皮五菱胶多一些认识 可惜了呀 这截杠镜不太行 失望 真的失望 我来测测温度 一个热心观众跑了过来 手里面还拿了一件法器 对着郭球 就是一通测 最后的温度 竖直出来后 众人拿着一对比 还真是跟雪山兄弟差不多 就只差几度 郭球瞧见这个结果 冲多吉竖起了大拇指 兄弟可以呀 居然能把寒冰类的法术 用到这种水平 多吉憨厚一笑 谦虚地说 我们学校就坐落在雪山边上 学习寒冰类法术 有着天然的优势 我这水平也就一般 谈不上有多好 倒是你 真不觉得冷 真不冷 郭球说到这里 不忘回头冲苏木 竖起大拇指 夸了句 效果真不烂 苏木笑笑 先别这吉夸 你只是试验了 最基本的效果 还有别的效果没事呢 不打算试试吗 是 当然要试 郭球说 没有副作用 能够呵护屁股的功效 要等到虎皮武灵胶的 有效期结束 才能看得到 但增强 附加火属性的效果 却是立刻就能检验出来 如果虎皮武灵胶 真有这样的效果 那他们这支小队 进到了雪山兄弟里后 不仅战斗力 不会被削弱 甚至还能获得 一定程度的强化 多吉文言 撤去了套在 郭球身上的寒冰光环 虽然身边的温度 恢复了正常 但郭球并没有 一下子就热起来 依旧保持着一种 暖暖的状态 对此 郭球并不决定奇怪 能够随着温度 自行调整 本来就是虎皮武灵胶的特点 普通的虎皮武灵胶 都有这个效果 没理由这份效果 更好的虎皮武灵胶 会失去这一变化 我先来试试 对火属性法术的增益效果 郭球说着 右手一扬 大喝道 剑来 白光闪现 一只铜体雪白的键盘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郭球抱着键盘 手指如飞 噼里啪啦一通敲 一个又一个灵气所化的符文 接连从键盘上蹦了出去 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符录 是火与佛 有识惑的修真者 认出了这道符 郭球的队友在他的示意下 于四周站定 催动灵力 构筑出了一个类似于结界的灵力照 免得郭球在试验的时候 不小心波及到周围 伤到人或者毁了帐篷 看热闹的修真者里 也有不少热心肠 帮着一起释放灵力 加固灵力照 等灵力照稳定下来后 郭球才启动了火语符 符文瞬间消散 取而代之的 是一道强大的火属性灵力爆发 化作了一片绚烂的火语 轰向了灵力照 只是这火语的个头 稍微有点大 是稍微有点大吗 这特么都快从火语变成火流星了好吧 要不是符文没差 我都要怀疑 这人用的 是不是火语符的 进阶版流星火语符了 之前认出了火语符的那位 再度出声 苏默暗暗冲他比了个大拇指 好观众啊 天地良心 这真不是他安排的托 郭球看着倾斜在灵力照上的火语 也是一脸的惊喜 刚才那一发火语符 在虎皮五菱胶的加成下 威力至少是提升了三四成 不仅规模变大 持续时间也变长了 牛皮 郭球回头 再度冲苏默竖了个大拇指 苏默保持微笑 微微汗手 呵呵 不用你说 我知道自己很牛皮 接下来 试验对普通法术的附魔效果 郭球这是试验上瘾了 苏默八不得他如此 等于是帮着打广告 郭球的队友 则是脸色一变 在见识过了虎皮五菱胶 对火属性法术的增益效果后 他们释放出的灵力也更多 好让灵力照更牢固 免得被轰碎了 也有更多看热闹的修真者加入进来 帮着他们巩固灵力照 毕竟他们今儿晚上还要在这睡呢 可不想被烧毁帐篷 木天席地 等众人准备好了 郭球这边才开始噼里啪啦敲打键盘 这次他写出的是 锋刃符 一道道飓风被符文换出 化作无形立刃 披向了灵能照 前面四道锋刃符 都没有被附加上火属性 直到第五道锋刃符启动 众人立马就察觉到了不同 这次刮起来的不单单是锋利的飓风 更有熊熊烈焰 风筑火势 火掌风威 这一发锋刃 竟是给了众人恶龙咆哮的感觉 果然能够附加上火属性效果 郭球大喜 虽然不是 每把都会被附加上火属性效果 但五把里面出了一把 几率也不算小 再说了 别家的虎皮五菱胶 还没有这个效果呢 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还要什么自行车 周围看热闹的人们 也在意润纷纷 那不是锋刃服吗 怎么还冒火了 刚来看热闹的吧 对了 师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给我讲讲呗 我跟你说啊 我也不知道 不过 好像是跟那人刚吃的虎皮五菱胶有关 啊 心来的人愣住了 以前只在漫画和电影里 看到过吃了辣椒被辣的喷火 没想到现实中 居然也有能让人喷火的灵妖 此时此刻 郭球已经不再觉得 苏木卖的虎皮五菱胶贵 这么强的寒冷抗性 还能保暖生暖 比贴满一身暖宝宝的效果还要好 外加增益 附加火属性 更不要说 对屁屁还有很好的呵护 这么多 这么好的效果集一身 才卖五万块 简直不要太良心 要是换了它 不卖个七八万才怪 什么 贤贵不卖 你怎么不想想 副作用发作后 你治疗屁屁花的钱呢 更不要说 还要遭难老些的罪 想到这里 郭球下意识地想要摸摸屁股 上次跟着老师进雪山兄弟 要有这虎皮五菱胶 他也不至于再回去后动手术啊 忽然郭球想起了一件事 急忙趁着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 冲到了苏木跟前 举着手机道 兄弟 再丢我来五份虎皮五菱胶 听到这话 苏木还没开口 郭球的队友们纷纷说道 老郭 你终于不扣门了 你这是要给我们吃双份虎皮五菱胶吗 谢谢队长 队长真好 郭球回头吼道 你们都有了 就别起哄 这五份虎皮五菱胶 我是要买来送给柳师妹他们的 他口中的柳师妹 也是峨眉山修真大学的人 同时还是他追求的对象 卧槽老郭 你对女人居然比对我们还好 伤心了 废话 女人能睡 你们能睡吗 我 其实也可以的 嗯 老子拿你当兄弟 你居然想要我睡你 不提郭球这会儿的心情有多激动 周围看热闹的人 再见到了他的举动后 也纷纷反应了过来 郭球能有刚才的表现 都是因为 吃了不一样的虎皮五菱胶 要是自己 也能吃到这胶 进入雪山兄弟执行任务 是不是能顺利许多 而且 听说这个虎皮五菱胶 还没有副作用 不会伤害倒如 娇花一般的屁屁 这尼玛必须买啊 不买不是人 苏木身边瞬间勇满了人 都举着手机 七嘴八舌地喊着 我也要 微信可以吗 给我们也来一份 我要打十个 不对 我要来十份 你有多少 我全要了 不差钱 第267章 猫饭正式出道 大家不要着急 听我说一句 苏木举起双手往下压 示意众人安静 他没有用静音咒之类的法术 因为在场的人都是修真者 贸然释放法术 只怕会适得其反 又发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好在大家都很配合 很快安静了下来 没办法不配合 他们还想要从苏木的手里 买到虎皮五菱胶 万一惹恼他 不让买 那不就亏大了吗 谢谢大家的配合 苏木见众人真的安静了下来 先是道了一声谢 然后才说 这里是住宿区 而且时候也不早了 刚才我们过来的路上 看到不少帐篷里的师兄们 都已经躺下休息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在这里吵闹得好 免得影响到旁人休息 万一惹到一位有起床气 修为还很高的师兄 被暴揍一顿 岂不是很亏 人群发出一阵笑声 但都捂住了嘴 让笑声变得很轻 免得真像苏木说的那般 影响到旁人休息 然后惹出一位高修为的师兄 来抱锤他们 之前郭球搞的试验 别看又是火雨又是飓风 可因为有灵力照的缘故 将洞金压得很小 除了周围几个帐篷 以及他们这些围上来看热闹的人外 对其他人几乎没有影响 也幸亏如此 不然早就被投诉 甚至还有可能将纠茶给引过来 苏木的话还没有结束 他手一伸 把菜猫拉到了跟前 菜猫本来是跟着苏叶 去了女生宿舍区的 但在郭球吃下了虎皮五菱胶 要试验效果时 苏木便给小叶子打了个电话 让他赶紧把菜猫派过来 跟着菜猫一块过来的 还有狗头人哈士奇 寻灵师姐给的理由 是让哈士奇跟着菜猫一块帮忙 但苏木怀疑 是不是这哈士奇在女生宿舍那边 大搞破坏 让寻灵师姐头疼不已 忍无可忍 才把她给打发了过来 让她来霍霍自己 要不然 寻灵师姐又怎么会在最后 给补充了一句 要是旺才不听话 你就让凯文师弟 把她装到伸展魔包里面去 听听 听听 这哪里是派狗过来帮忙吗 分明是想要将她免费寄养 见苏木只拉了菜猫没有拉自己 哈士奇有点急了 干脆是主动地凑了上来 吐着舌头挨着菜猫站着 全然无视了菜猫脸上的嫌弃表情 苏木无视了哈士奇的举动 冲着四周的钞票 嗨嗨 修真者们 徐徐说道 这样好了 我让这只胖猫 到住宿区外去摆摊 摊名叫猫饭餐厅 你们去找她买 这样就不会吵到别人休息了 众人纷纷点头说好 这个提议确实不错 菜猫却是不爽地瞪了苏木一眼 喵喵地抗议 胖 我哪里胖了 我这体型 在菊毛里面算是苗条的 只不过是因为毛太蓬松 所以看着有点丰满 只要一沾水 立马就能瘦下不少 再说了 我胖不胖 关你屁事 我吃你家大米 呃 菜猫的话戛然而止 苏木家的大米 而且他长胖 也真关苏木的事 喵了个咪的 幸亏我的主人是苏叶不是你 菜猫只能在心中这样安慰自己 郭球好奇地问 诶 苏师兄 贪名为什么要猫饭餐厅 有什么说到吗 不会因为麦灵瑶的是一只猫将军 所以就给取了这么个名字吧 苏木暗暗地给郭球送上了一个大拇指 这捧根 简直太专业了 不会是曾经跟着谁学过吧 郭师兄说的 算是其中一个原因 苏木笑盈盈地说 不过叫猫饭餐厅 最关键的原因 是虎皮五菱娇等灵瑶 都是由我家这只胖猫烹饪出来的 这不是猫饭是什么 胖 菜猫骄傲地挺起了胸膛 一副本喵很厉害 你们这些奴才 还不赶紧夸夸本喵的表情 聚在四周的修真者们 却是一脸的惊讶 听说过灵兽会炼丹做菜 但没想到 竟是能把灵瑶做到这么好 难道是象星大气和的原因 幸亏我们老师没来 以后以后喷我们的台词 一只猫都不如 那就真的太打脸了 甚至还有人打起了菜猫发主意 纷纷询问 哎 老板 你家这只猫卖不卖啊 不好意思 我家这只胖猫是非卖品 苏木摇头 断然拒绝了这几个人的问家 菜猫扭头看了他一眼 表情稍微缓和了一些 眼中流露出算你还有点良心的意思 他哪里知道 苏木这会儿正在心中嘀咕着 要不是小叶子对菜猫格外喜爱 再加上这只猫能打架能做菜 有点用 就凭他的大胃口 我早就把他卖给凯文了 还轮得着你们来问家 众人见苏木不肯卖菜猫 都很遗憾 不过这事儿 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换成他们有这样一只猫 也不愿意卖啊 他们同时也在心中琢磨 看来猫将军在灵妖上面很有天赋啊 我要不要去弄一只猫将军来培养呢 想归想 他们其实都很清楚 就算给自己一只猫将军 也不见得能培养到这种程度 除了灵兽的天赋 主人的教导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苏木飞快地从空间手串里 拿出了一辆手推餐车 看着就跟学校外面或者夜市里 那些卖炒粉炒饭的小推车差不多 甚至还配了炉灶 炒锅 锅铲等等厨具 以及油盐酱醋等佐料 此外还有一批用保鲜膜裹着的五菱胶等食材 菜猫都看猛了 卧槽 这货准备得也太齐全了吧 他这明显是有备而来啊 还有那些五菱胶食材 是怎么回事 不是让我去卖 已经做好的虎皮五菱胶吗 难道还要让我先做 事实证明 他猜对了 苏木把手推餐车放到地上后 叫过菜猫 吩咐道 我们带来的虎皮五菱胶成品 数量有限 好在五菱胶 这个食材还有不少 待会儿你先卖成品 卖完了就现做 什么时候食材用光 什么时候收摊 菜猫都要哭了 本以为跟着出来 做任务 就不用再被灶台统治 没想到还是躲不掉它 都高兴得要哭了呀 你就那么喜欢做菜 放心 以后有的是菜给你做 苏木揉着菜猫的脑袋 笑呵呵地说 你这个魔鬼 滚开 滚啊 本喵虽然喜欢做菜 但是不想成为一个专业厨子 菜猫发出一阵哀嚎 可惜苏木听不懂他的话 落在耳朵里 就是一阵喵喵叫 苏木满意地点了点头 笑着说 看来你很激动嘛 可以保持住干劲 菜猫闭上了嘴巴 不敢再讲话 生怕会被这个可怕的男人 又给挠不出一些 不是他所愿意的事情来 哀叹一声后 干脆推上小餐车 想要赶紧离开这里 离这个可怕的男人 越远越好 他没有忘记哈士奇 踹了这狗一脚 喵喵叫着 命令哈士 骑到前面去拉车 旺财虽然是个狗头人 可有哈士奇的血统 除了拆家闯祸外 相信拉车也是遗留 于是 一条狗走在前面 用力地拉着车 一只猫跟在后面装模作样 实则偷懒地推着车 让这辆小餐车 就要往住宿区外去 等等 苏木突然叫住他们 在手推餐车上方写下了 猫饭餐厅四个大字 然后又飞快地画了一幅 菜猫的大头画像在上面 算是品牌logo 完了后 还在手推餐车上面 挂了好几个二维码 有方便买家扫码付款用的 也有其他作用的 并刷刷刷的 写了一块告示牌立在旁边 牌子上面写着 所有灵妖 每人限购一份 扫描二维码 关注猫饭餐厅 在任意一家外卖APP上面的店铺 并且关注猫饭餐厅的官方 可想现金优惠 把猫饭餐厅在外面APP上的店铺 转发朋友圈 并获得100个赞 可再获优惠 离得比较近的修真者 在瞧见了告示牌上写的内容后 已经开始扫描二维码 关注猫饭餐厅在外卖APP上的店铺 以及他们的官方公众号 并转发了朋友圈 开始熟练地四处求赞 这种活儿 自从知晓了客店后 他们就不知道是干过了多少次 即便如此 他们也没有 把猫饭餐厅和客店挂上钩 只以为是在学习客店的营销手段 有人在关注了外卖APP上的猫饭餐厅后 不解的问 你们外卖APP上的店铺 没有营业 这不是来出任务了吗 等回去后 就会正常营业 到时候你们有需要 在远 我们都给发货 而且所有灵窑的效果 都是绝好的 具体效果 简介里面写的有 苏木笑咪咪咪地说 反正送餐费又不是他给 虽然外卖APP上的猫饭餐厅没有营业 但大伙能够看到 他上面列出来的灵窑 除了虎皮五菱胶外 还有其他好几种 比如 能够提升灵气恢复效率的 灵质灵藕洞洞汤 能够提升肉身反应速度 和防御力的 玄规杜仲强身包 以及能够增益战斗力的 酒扇乱钻壶等等 这些灵窑的效果 无一例外都是极好的 立刻调动起了他们想要的欲望 老板 这些灵窑有吗 不少修真者举着手机 冲苏木问道 有的有的 苏木笑呵呵地硬道 拿出了一些成品 又拿出了一些食材 一并放到了餐车上 彩猫 若非打不过 他真想要扑上去 抓花苏木 还有这帮修真者的脸 喵了个咪的 真把本喵当厨子使唤了呀 苏木应付完了这些修真者后 拍了拍彩猫的脑袋 低声说 辛苦了 回去后 给你也泡一次浇血散 喵 喵 彩猫顿时大喜 心中的不爽 瞬间抛到了九霄云外 来吧 都来吧 本喵就喜欢当厨子 第268章 特效都没有 算什么灵妖 菜猫和哈士 骑推着小餐车 很快到了基地里的交易区 其实就是一群人 自发摆摊的地方 刚开始 在这里摆摊的人们 对这个新来的摊子 并没有太大的关注 因为 每天在这里摆摊的人 实在太多 来来往往 哪怕经营摊位的不是人 是一只猫和一只狗 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大家都是修真者 这里又是雪山兄弟的后方基地 别说灵猫灵狗 麒麟和龙 都有在这里出现过的好吗 所以这里的摊贩们 只是扫了这对猫狗一眼 便继续自己之前做的事 追剧科 CP 玩游戏骂策划 总之就是很忙 菜猫指挥着哈士奇 把小餐车停下 又让他使了的法术 换起泥堆卡住轮胎 免得待会儿 做菜做到一半 结果餐车却跑开了 那是该先收买家的钱呢 还是该先坚持着炒完菜 又或者是去追小餐车 想想就觉得 麻烦不好做选择 所以还是把这些可能 从根源上给掐断的好 忙完这些 菜猫站到了炉灶前 哈士奇想要凑过来 被菜猫一爪子拍开 喵喵叫着 指挥他去监督买家付款 同时充当传菜工 猫饭餐厅开始正式营业 在小餐车前面 已经排起了长队 都是刚才看了热闹的人 因为苏木规定了一人一次 同种灵妖只能买一份 所以他们只能整队整队地 赶过来排队 每轮到一支队伍 便会由队长去扫码买单 而队员们则纷纷拿出手机 将朋友圈里的点赞 以及关注了外卖 IP上店铺和公众号 等等情况 调出来展示给哈士奇看 得到了对方的验证后 才能够获得优惠 郭球带着他的小队 也排在队伍里 还排位比较靠前 他们是来帮柳师妹等女生 买虎皮五菱胶的 别看之前几个队友 吐槽郭球有异性没人性 实际上 他们也想去讨好柳师妹队伍里 其他的几位女生 只有两个修服的师兄 没有这方面的企图 纯粹就是过来帮忙的 这些排队的人 还有同学 朋友也来到了基地 准备进入雪山兄弟执行任务 所以他们在排上了队后 纷纷给关系比较好的人 打去电话通知此事 接到电话的人 第一个反应都是 卧槽 真的假的 有这么好的虎皮五菱胶吗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 又立马说道 你都在排队了是吧 那你帮我带几分过来呗 谢谢了呀 你以为是在学校里面带饭啊 我告诉你 没门 不是我不给你们带 而是人家老板搞了限购 我想给你们带都带不了 想吃的话 就赶紧过来自己排队吧 别怪我没有告诉你们 这队伍可是越来越长 要是来晚了 虎皮五菱胶等 灵瑶卖光了 你们就哭去吧 卧槽 老板这么任性的吗 发个定位 我们马上到 收到消息的人赶过来后 没有插队 都乖乖地排到了队伍后面去 都是修真者 这点素质还是有的 当然最关键的 也是因为 这里都是修真者 万一插队惹来高手 自己打不过 岂不是又挨揍又丢脸 随着收到消息 赶过来排队的人越来越多 队伍越来越长 交易区里其他摆摊的人 总算是将惊讶与不解的目光 投向了打着猫饭餐厅牌子的小餐车 想不明白 他的生意 为什么会这样好 难道是请得拖 可请修真者当拖 而且一次请这么多 手笔是不是有点太大 怕是卖到破产 都不见得能将请托发的工资 给赚回来吧 师兄 问个事啊 你们排这么长的队 是想要买什么 一个摊贩好奇的 像已经排到了他摊位前的人打听到 这摊贩正是苏穆之前见到的 同样卖虎皮武林娇 并且在游戏里 集善坑队友的那位 买虎皮武林娇 排队的人回答道 反正 他已经排在了队伍里 就算再有人来排队 也是排在他后面 不怕会被抢了货 便没做隐瞒 只是在心里面嘀咕 这个宣传 能不能算到朋友圈点赞里去 我这赞都还差几个呢 虎皮武林娇 摊贩愣了一下 随即狂喜 虎皮武林娇的生意 这么火爆了 哎呦妈呀 我这是要发呀 他游戏也不完了 直接扔在那挂机 惹得队友一通骂 摊贩没心思搭理游戏里的队友 看着眼前这长长的队列 就像是看到了一落落钞票 热情地招呼道 各位师兄 师姐 我这里也有虎皮武林娇 你们何必排长队 来我这里买啊 你也有虎皮武林娇 排队的人 朝着他的摊位瞄了一眼 果然是 瞧见了虎皮武林娇 但并没有急着离开队伍找他买 而是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你的虎皮武林娇 品质是在90以上吗 吃了后能喷火吗 对屁屁有没有呵护效果 有没有Biling Biling的发光特效 摊贩每天一个问题 都会哈一声 连着几个哈出口 惹得对方皱眉吐槽 你哈什么哈 唱 大圣哥 后面是不是腾云驾雾 追风竹垫 一个跟头 十万八千 摊贩回过神来 惊讶地问 不是 你们说的这种虎皮武林娇 真的有吗 品质90以上 这个让一些顶世名家来烹调 或许有可能达到 但吃了后能喷火 是个什么鬼 虎皮武林娇什么时候 还有变身效果了 能让人吃了 就变四娃 哪吒 小火龙 还有呵护屁屁 又是什么情况 众所周知 吃了虎皮武林娇 屁屁都会被落开花 难道这是一种全新的呵护方法 现在的人 都是这么狠的吗 最后那个Biling Biling的发光特效 又是啥呀 我只知道 Duin 摊贩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猛 怎么 都没有吗 排队的人问 摊贩回答道 我卖的虎皮武林娇 品质有85 另外还附赠义和英龙质窗膏 以及一张钢肠医院的九折优惠券 你看这样可以吗 切 长长的队伍里 立刻响起了一片吐槽声 连这些功效都没有 也好意思来抢猫饭餐厅的生意 普通的虎皮武林娇吃了 有什么意思 不仅效果差 回来后屁股还要遭罪 哪有猫饭来的好 老板 让让吧 别打我们排队 面对众人的吐槽 摊贩不甘心地说 不是 你们说的这种虎皮武林娇 存在吗 怎么不存在 猫饭餐厅就在卖 顺着众人手指的方向 摊贩看到了队伍镜头 那一狗一猫精英的小餐车 恰好这个时候 菜猫做出了一份虎皮武林娇 在出锅装盘的时候 一束五彩的光芒 从锅里面绽放了出来 还真是Biling Biling的那种效果 让摊贩有种被晃晕的感觉 灵瑶发光 其实是一种障眼法 不难做到 对灵瑶的效果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 不过是苏木的恶趣味罢了 在地球的时候 他曾看过一部动画 里面主角每次做出来的菜 都有发光特效 让他每次都看得是口水直流 现在他把那动画里的发光特效 一直到了猫饭餐厅的菜窑上 果然很引人注目 就算不少修真者 都知道这是障眼法 对灵瑶效果 没有实质提升 却还是很喜欢 但觉得这么好的灵瑶 它就是该发光 唯有Biling Biling的闪光 才能彰显出 它与众不同的非凡气质 虽然没有试过猫饭餐厅里 出售的虎皮武林娇 但摊贩知道 排队的修真者们 都不是傻子 何况还有人买到厚利马开吃 检验效果 要是虎皮武林娇 灵芝灵藕洞洞灯等 灵瑶效果 没有众人口口相传的那么好 这摊子早就被掀翻了 哪里会让排队的人越来越多 排起的队伍越来越长 完了 虎皮武林娇的生意 看来是没法做了 至少在这地方 是没法再做 摊贩叹了口气 没想过降价抢生意 因为修真者都不是缺钱的人 相比一点点优惠 他们更看重效果 也没想过去找那一狗一猫的麻烦 因为这里是雪山兄弟的后方基地 在这里闹事 嫌命太长吗 而且摊贩敢保证 如果自己真去挑逝 都不用军方出面 这些排队等着买零一的修真者们 就能把它撕成碎片 还是想想 要怎么做 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跟着赚一笔吧 眼瞧着队伍越来越长 这个摊贩有了主意 他把垫子和虎皮武林娇 收进次元法器 拿出了一摞符纸 窜到了队伍的最后方 开始推销 师兄师姐 你们看前面队伍排得那么长 肯定要一段时间才能轮到你们 你们手机的电量 还支撑得住吗 我这里有充电宝符 你们要不要来一张 给我来一张吧 我也要 哥们你是救星啊 我手机就只剩10%的电了 赶紧给我来一张 他这个改行的决定 真是及时又正确 充电宝符的生意 十分火爆 瞧见这一幕 另一个哀叹痣疮膏 卖不出去了的摊贩 也开了窍 急忙收摊 拿出一大堆的零食抱在怀里 于队伍旁边来回走动 边走边喊 瓜子花生矿泉水 啤酒饮料八宝粥 有要的吗 这边的热闹场面 很快引来了基地军方的注意 在派人过来 了解情况后 又派了一队人 找到已经吃过了虎皮五菱胶的几位修真者 把他们带去 做了一系列的测试 第269章 这剧情 不对啊 郭球也被请去参与了实验 主要是负责被实验 等他拖着疲惫不堪 快要被榨干的身体回到帐篷 已经是凌晨时分 整个住宿区都熄了灯 除了零星几个上在休闲的夜猫子外 其余的人都已经休息了 回到帐篷门口 一条肥壮的三头犬正趴在那 左右两颗脑袋 闭着眼睛打着呼噜 唯有中间那颗脑袋 再勉励地睁着眼睛 脑袋一点一点 不过警惕性还是有 听见脚步声 中间这颗脑袋瞬间清醒 猛然昂了起来 在瞧见来的人是郭球后 又搭拉了下去 不再理会 郭球认识这条三头犬 是同住在这个帐篷里的老外养的灵虫 之前有见过 估计是派出来放哨的 三头犬显然也认出了他 所以才没有叫唤 甚至还往旁边挪了挪 给他让出了道 让他好进去 这几个青城山修珍大学的哥们 警惕性好高啊 得向他们学习才行 郭球在心里面暗道 这里毕竟是雪山兄弟的第二道防线 时刻保持警惕 不是一件坏事 郭球一边想着 一边轻轻撩起门帘走进帐篷 就见本已睡了的苏木 凯文还有林军杰 猛然睁开了眼 差点没把他给吓一跳 三人瞧见是他回来 点头打了个招呼 然后才闭上眼睛继续休息 相比这三个人 郭球的四个同伴 却是一直呼呼大睡 别说睁眼了 还有人在磨牙说梦话 靠 睡得这么死 要是被妖兽摸进来 就你们这警惕性 怕是被吸干了 都不自知 郭球气得只咬牙 真的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但现在不是教训这些人的时候 等明早再说吧 免得打扰到苏木他们的休息 郭球还想跟苏木刀个线 今儿晚上 他被基地请去做实验 虽然折腾得很累 但收获也不小 基地方面给出的报酬 让他把买虎皮五菱胶的钱 全都给赚了回去 包括给柳师妹他们买的那一份的钱 最关键的是 柳师妹在拿到了他 送的虎皮五菱胶后 非常高兴 连连给他道谢 态度十分热情 让他受宠若惊 也让他忍不住怀疑 这猫犯该不会还有强化运气的效果 要不然 就凭他百连都抽不出一张SSR 吃泡面还能撞见没有酱料包的运气 怎么可能接连遇到这些好事 可惜苏木已经闭上了眼 郭球也不好打扰 只能等明天再说 躺在杭军床上 郭球翻来覆去睡不着 主要是因为柳师妹今天的热情态度 让他忍不住遐想联翩 不仅连以后孩子叫什么都想好了 甚至还想好了 孩子考上修针大学后 学哪几个专业 拜哪几个老师 越想越睡不着 郭球干脆拿出手机 发了条朋友圈 今天吃了一顿猫饭 简直不要太赞 还配了一张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的表情包 他朋友里 夜猫子属性的真不少 这条朋友圈发出没多久 就有了好几个点赞 还有人在下面评论 不是问他猫饭是什么鬼 就是在打去他口味变奇怪了 显然这些人是误会了猫饭 以为是给猫吃的饭 让郭球没有想到的是 柳师妹居然也给他点赞评论 谢谢郭师兄 猫饭很棒 这条评论一出 顿时有不少人在下面哀嚎 或是质问郭球 是不是请到柳师妹吃饭 郭球没有搭理这些人 赶紧给柳师妹发了条信息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晚睡对皮肤不好 柳师妹很快回到 正要睡 晚安 拜拜 嗯嗯 快睡吧 多喝开水 郭球高兴的 都要喝不拢腿了 柳师妹给我道晚安了 幸福 另外一边 刚追玩具的柳师妹 看到他后面的这条信息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吐槽道 神经病呀 老娘睡个觉 也让多喝开水 喝你个头 想让老娘半夜起来跑厕所吗 更让柳师妹无语的事情 还在后面 另外一个他的追求者 在郭球的朋友圈下面 看到了他和郭球的互动后 居然是连着他 发了好几张图片 有猫粮的 有猫罐头的 还有他做的猫食 没等柳师妹问对方发这个做什么 就见对方又发了一条信息 柳师妹 我家里也有很多猫饭的 你看喜欢哪一款 等回学校后 我请你吃呀 柳师妹那叫一个妾啊 追剧科 CP带来的好心情荡然无存 咬牙切齿地回了一句 我又不是猫 吃这些东西做什么 你留着自己吃吧 然后将这个追求者 果断拉黑 对方瞧见他的回复还在纳闷 你不是跟郭球跑去吃猫饭了吗 怎么又说 不吃这些东西 难道这些不是猫饭 有心想要问个究竟 却发现 消息发不过去 因为他被拉了黑 不 不 他发出一阵哀嚎 耳边仿佛响起了一姐眉的音乐 惹来附近院子同学的怒斥 半夜三更不睡觉 鬼叫个屁啊 老子明天还有个猎杀八舌的事要考 如果因为你的骚扰没睡好 影响到状态 导致考试没过 老子非扒了你的皮不渴 阿弥陀佛 是哪位师兄半夜奸笑 需要小僧来给你物理开导一下吗 小僧揍人 嗨嗨 物理开导的能力 很强的哟 这哥们赶紧闭上了嘴巴 不敢再乱叫 只是在网上到处打听询问 郭球和柳师妹说的猫饭 到底是什么 打听猫饭的人还不少 远不止他一个 因为今天买了猫饭的人 再尝了味道 试过了效果后 都在朋友圈 微博等等地方 发了相关信息 或是感慨猫饭牛逼 或是吐槽 以前吃的灵窑都不咋样 跟猫饭没法比 如果说之前关注猫饭餐厅 发朋友圈集赞等等 他们还有些不情不愿的话 那么现在 他们的态度 已经有了大转变 甚至不少人变成了自来水 想要帮着猫饭餐厅做宣传 让他能够生意火爆 因为只有生意火爆了 才不会关门 才能让他们在以后 也能有猫饭吃 甚至还真有不少人 跑去灵宠店咨询猫将军 什么能打能扛能卖萌都不重要 就一个要求 顶时属性要高 在这之后 还真是掀起了一波 养猫将军的潮流 只是再怎么培养 他们的猫将军 都没法跟菜猫比 除了体重 第二天一早 顾染西去往基地的办公楼 接取具体任务 苏木等人留在住宿区里等他 也是在这个时候 来了一个忠孝军官找苏木 这军官看上去很严肃 板着脸 自有一股威严 从他身上释放出来 连三头犬都被他的气势吓 到夹紧了尾巴 三颗脑袋相互安慰 你就是苏木 忠孝军官问道 同时上下打量着苏木 表情严肃 目光冷峻 让人对他的来意 经不住有些怀疑和担心 苏木也在心中猜测着 但没有表露出来 也没有被对方的气势给吓到 颇为淡定地说 没错 我是苏木 突然咧嘴笑了起来 之前的严肃和冷峻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 是如火的热情 别怕 我是你师伯 然后又补充了一句 亲师伯 哈 苏木愣住了 不知道是因为忠孝军官态度的大转变呢 还是因为他的自我介绍 听了忠孝军官的详细介绍后 苏木才知道 这位教商树阳 是文主任的清传博士生 自家老师徐悦的师兄 可不是他的亲师伯吗 弟子见过伤师伯 苏木赶紧行礼问候 沙木扬回了一礼 笑着说 早就听老师提起过你 而且不止一次 每次提到你 都是一顿夸 你写的那几篇文章 我也都看过 确实很不错 要不是我没在学校里面供职 不然肯定得跟徐师妹抢学生 好家伙 抢学生这种事 难道是文武兵这一脉的传统吗 看沙木扬说 这话时的表情 不像是在开玩笑 沙木扬继续说 你这次过来 老师和徐师妹都有给我打电话 让我尽可能地照顾一下 昨天你们来的时候 我就想要过来找你 只是考虑到太晚 怕影响你休息 就没来 没想到 居然是搞出了一个大动静 老师说的对啊 你就是鼠炮杖的 走到哪 乍到哪 苏木尬笑 他还真不知道 文武兵给他下了这样一个评语 沙师伯是为了虎皮武林交来的 差不多吧 沙木扬说 你知道的 我们有部队驻扎在雪山兄弟里 他们中有高阶的修真者 同样也有低阶甚至普通人 为了抵御严寒 低阶修真者和普通人 都是靠着吃虎皮武林交来的 但那玩意儿有副作用 所以 每次轮换回来的部队 都需要接受治疗 搞得我们这里的医院 钢肠科的技术 已经发展成了国内一流 苏木听到这里 哪儿还不明白 沙师伯的来意 这是基地方面 要向自己采购虎皮武林交了 正想着 就见伤牧羊表情一速 很是认真的问道 所以 你要不要去我们这里的 钢肠科进修一下 啊 苏木呆住了 这剧情 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呢 第270章 来自师伯的攻略 看到苏木错愕的表情 伤牧羊 哈哈大笑了起来 跟你开玩笑的 我跟你说这件事 主要是基地方面 想要找你采购虎皮武林交 每月都要一批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苏木当然有兴趣了 这可是长久 稳定的买卖 而且 以后猫饭餐厅 还可以拿这事来做宣传 连部队 都从我们这里采购 我们的灵瑶 它能不好吃吗 效果能不好吗 唯一让苏木没有想到的是 商木羊这个看上去很严肃的师伯 居然还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主 好在接下来商木羊没有再开玩笑 跟苏木商谈好了每月需求的 虎皮武林交的数量 以及价钱 苏木不仅给了优惠 还额外附赠了一些别的灵瑶 这些附赠的灵瑶 是苏木出洒去的耳 只要基地这边用了 认识到了他们的好 肯定会找他采购 苏木和商木羊谈笑风生 都对这笔订单很是满意 签署了采购合同后 商木羊问 第一批虎皮武林交 什么时候能够供应上 苏木回答说 等我帮着顾师姐完成突破任务 回去就加班加点地烹制虎皮武林交 优先给基地供应 很好 商木羊点头 对他的这个答复 还是比较满意 看了眼菜猫 好奇地问 你卖的虎皮武林交 真是这只猫做的 苏木笑着说 当然 昨天晚上摆摊的时候 有不少人都瞧见他 烹制虎皮武林交 品尝过后 都对味道和效果好一顿夸 虽然被夸奖 可菜猫并不高兴 反而是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 他很清楚 苏木拿到的灵瑶采购单 肯定是他去烹制完成 这么多的灵瑶 再加上在猫饭餐厅上面点的外卖 菜猫感觉自己以后 怕是连睡觉晒太阳的时间都不会有了 得24小时待在厨房里 喵了个咪的 我居然要过上007工作制 想想就让猫不寒而栗啊 其实苏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这么多灵瑶 光靠菜猫显然不行 再怎么心黑压榨员工 也不是这种压榨法啊 万一把菜猫累死了 岂不是多的都亏出去了 再说了 随着猫饭餐厅生意越来越火爆 菜猫即便练出三头六臂的神通 也忙不过来 得想办法给菜猫配些助手 让他升级为厨师长 带领一群厨师干活才行 不过该给菜猫配配什么样的助手呢 符文手办虽然能学顶食技术 但他们的操作太过机械化 干点切配 打合的工作还行 在炒菜和调味上 总感觉是少了点什么 估计是跟他们不能吃东西 没有味觉 嗅觉有关 苏木琢磨着 或许真该让菜猫去配个种 生一窝小菜猫出来 那些小菜猫 应该能够遗传到 他在厨艺上面的好天赋吧 一旁的菜猫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幸亏他不知道 苏木心里面在想什么 不然肯定会暴跳如雷 喵了个咪的 把本喵当工具猫使就算了 居然还要 给我包办婚姻 让我生小猫 继续给你打工当工具猫 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好在苏木也就是想想 并没有真的打算这么做 主要是小菜猫成长起来要时间 原水解不了尽渴 而且 菜猫怀孕产子 怎么也得休一段时间的产假吧 现在这情况 可没假给他放 苏木转而琢磨着 找机会问问寻师姐 他学了玉兽专业 对异兽比较熟悉 或许知道哪种异兽擅长厨艺 到时候买几只回来 交给菜猫训练 再加上符文手办 应该能撑一段时间 顾冉希很快回来了 手里面拿了一块 基地配发的专用平板电脑 在内置的雪山兄弟地图中 划定出了他们此次巡逻的负责区域 除此之外 这个平板电脑 还带有通讯 以及紧急球员等功能 商木羊还没走 见状提醒道 这块平板电脑 你们得保护好了 在雪山兄弟里面的环境 十分恶劣 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你们与基地的联系 只能依靠这块 由气修师们改良过的 特制平板电脑 苏木为顾冉希介绍了一下商木羊 顾冉希不敢怠慢 急忙问好 不用客气 商木羊摆了摆手 说道 接下来 你们要去领取装备物资吧 对 顾冉希点头 在接任务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告知了这些事 但苏木他们不清楚 凯文更是好奇地问 基地还要给我们配发装备物资 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 而且 苏木还是轻师职 商木羊自然是介绍得很详细 雪山兄弟不同别处 在那里面 以你们的修为 想要预期飞行是不可能的 徒步巡逻又太慢 所以会给你们配发一辆轻型装甲车代步 当然 如果你们巡逻的区域里 有车辆难置的地方 还是需要下车步行进行巡逻 除了车辆外 还会给你们配发无人侦察机等设备 还是那句话 雪山兄弟里面的风雪太过暴虐 对信号有干扰 哪怕无人侦察机 经过了信号上的改良加强 作用范围依旧有限 用它来做巡逻的辅助可以 但不能完全依仗它 主体的巡逻工作 还是要由你们去完成 苏木点头道 明白 谢谢商师伯提醒 顾染西 巡灵等人 也纷纷向商木羊表达了谢意 别着急 我话还没有说完 商木羊摆了摆手 接着说 除开这些 你们应该还能挑选几件武器 我看了下 你们近战装备是不缺的 建议挑选一些法器级的重火力 一旦在雪山兄弟里 遭遇到妖兽 靠着法器级的重火力 可以在近战之前 削弱他们的实力 甚至在逃跑的时候 也能依靠这些重火力 阻碍妖兽的追击 雪山兄弟 虽然只是一个禀级兄弟 但也是兄弟 潜藏着许多未知的危险 哪怕你们负责巡逻的区域 是较为安全的地方 也不能排除 会不会有意外发生 尤其是这两年 雪山兄弟里的情况 逐渐在恶化 游王以及兄弟发展的迹象 所以你们进去后 千万要小心 时刻保持警惕 切不可掉以轻心 一旦感觉有问题 立刻向前线基地汇报 目前雪山兄弟里面 实行的是 饱和式巡逻和支援 不怕你们多次汇报 请求支援 就怕问题没有被察觉 遭到了忽略 众人听得连连点头 对于基地这样的安排 很是理解 毕竟他们巡逻的目的 是找出空间裂缝 而这东西 是会让兄弟里面的 妖兽溜出去 祸害无穷 所以 哪怕是在人力物力 上面出现一些浪费 也在所不惜 苏木忍不住问 商师伯 你说雪山兄弟的恶化 会不会跟第三次 秘境降临有关 因为新的秘境即将降临 现存的老秘境受到影响 所以 无论是洞天伏地 还是兄弟绝境 都在日益恶化 商木扬道 国家和葛修珍大学 早有这样的怀疑 抽掉了不少技术人员 展开针对性的研究 只是暂时还没有结果出来 苏木点头 并不奇怪 甚至觉得 这样才正常 他能想到的是 不可能别人想不到 尤其那些人 还是研究秘境多年的专家 无论知识储备 还是对情况的掌握程度 都在他之上 商木扬又给众人介绍了一些 雪山兄弟里面的情况 最后无比严肃地叮嘱 记住了 进入雪山兄弟后 千万不要逞呢 无论是发现了问题 还是妖兽 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都是联系前线基地 请求支援 发生战斗 先用远程火力试探 一旦发现杀伤效果不佳 立刻撤退 千万不要忙 苏木等人连连点头 知道商木扬 给他们交代的这些 都是十分重要的经验 其实这些话 在揭取任务的时候 就会被基地的工作人员告知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听得进去 商木扬把众人送到了装备库 便告辞离开 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能陪众人这么久 已经不容易了 在装备库里 众人登记了身份资料 先是领取到了一辆轻型装甲车 还豪凯文会和林军杰 都有驾照是老司机 不然还得从基地这里 请一位司机代劳 除此之外 还领到了两支无人侦察机 后勤军官再给他们演示了一下 无人侦察机的使用方法后 问道 你们要领取武器吗 按照规定 你们有资格领取几件 当然 所有装备都只是暂借给你们用的 返回后方基地 务必在第一时间归还 要 众人应道 并且按照商牧羊的叮嘱 选择了法器级的重火力 多管旋转机枪 以及单兵火箭筒 后勤军官见状 点头道 六管加特林菩萨 和欢喜火箭筒弥勒佛 都是雪山兄弟里 最实用的单兵重火力 我还说给你们推荐一下 没想到你们自己就选了 不错 苏木等人一副黑人问号脸的表情 六管加特林菩萨 欢喜火箭筒弥勒佛 这名字是认真的吗 后勤军官见到他们的反应 当然不是真名 是战士们给这两件武器取的绰号 因为他们超度凶兽的效果非常好 顿了顿 又问 你们需要学习这两种武器的使用方法吗 需要 众人齐声回应道